赵顺乐观 走完曲折人生 谭奈针感叹高分毕业 资深艺人赵顺时日因急性脑梗塞 病逝享年58岁 告别式坐在二宾举行 三儿女一起跪别爸爸 大女儿忍不住哭红了眼睛 医双张扬珍也在一旁不停失泪 场面令人鼻酸 出道35年的赵顺 在戏剧电影中多饰演搞笑绿叶 为观众带来欢笑 戏外他也跟角色 一样乐观 虽然经营生意失败欠下债务 近年身体也因三次中风不良于行 仍努力复健回演艺圈挣钱 可惜这次倒下后再也无法醒过来 演艺圈不少好友来送他最后一程 陆战队老战友黄仲坤 紧握遗双张扬珍给予安慰 谭奈珍看完他最后一面感叹 哇好帅哦 从来没看到那么帅过 他如果算是我们的人间课程里面 他算高材生 因为他的考验很多 那么他常就是哈哈大笑 他说要感恩呢 我很感恩 我说你哪里感恩 他说我能够把一口水放进嘴巴 吞进喉咙就很感恩 他是高分毕业 赵顺佳经济不好 三个小孩读公立学校 也会打工补贴家计 他的妻子打算继续卖凉面 我想说顺利的话 在板桥这边找一个小小的面面 这样的谢谢大家 他觉得都是关心我们然后为我们想很多这样子 对面对应该还会持续吧 苹果娱乐新闻要加油哦 报导